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互助祈福的法理依据 在本次节目当中 对于互助祈福的法理的详细的论述 我们暂且省略 只对相关的一些考虑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分成八个部分 向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汇报 第一愿解 也就是为什么要采用互助祈福 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生活和修行 试想 在多年的勤勉工作奉献社会后 假如您想放下万元 尽心修行佛陀圣教 那么您计划如何保障基本的生活所需 即所谓四世供养呢 假如作为一名正信佛子 您希望能如法供养三宝 供养踏实修行的僧人和居士 消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获得真实殊胜的善法之果 那么如何去寻找 那么如何去寻找供养的对劲呢 再假如 当您遇到障碍或挫折的时候 希望能获得善性们的修法加持 那么您又如何去联系 这些踏实修行的道友呢 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 也正是我们互助祈福的愿景和出发点所在 在进行后续的介绍的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第二 功德 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明确肯定了 宋持佛菩萨名号和经咒等的功德 修持戒定慧的功德更是巨大和不可思议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供养修行人 供养如法修持之人 供养佛法僧三宝 这些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 回向 大圣经典有明确的回向的概念 即修持者本人的功德 可以通过回向这种形式 回向给其他的众生 很多经典都将这种回向 当作大圣行人的必修功课 如普贤行愿品的回向众生及佛道的 而地藏菩萨本愿经典则明确说明 回向所及的众生会得到利益 其利益真实不虚 第四 经颤佛使的现状 建立在上述法理基础上的感经败颤 虽然不为佛门大德所推崇 但也没有否定其作用 不推崇的原因 可能是此种修行形式 不及纯正经济的界定会三学实物 亦与自称贪着明文利养的弊端 以及和世间法有过多交涉的 但由于经颤类修法 对利益众生有实际用途 同时也是当前出家僧众 衣食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目前各寺院的经颤活动 仍然是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一种修行 第五 现状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 出家僧人的歧视难度增加 而在家居士要正命生活也不容易 以个人修行回向有缘众生是如法的 受惠的众生供养修行者也是如法的 而修行者以如法修持换的基本的生活滋养 即便不能认为是精进和完全如法 也应该是无救合理的 其正命程度高于绝大多数世间职业 而以其能够长养众生出示善缘善根之力 更是胜于所有世间职业 第六 比较 在认可传统的精颤的前提下 出家僧以可使用此种方式获得生活资据 此种模式在符合佛教戒律方面 起码不低劣于禅门清规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甚至更为殊胜 因为普通的农事活动不与社会大众接触 也不能长养世人的出世善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农事活动陷于其内在属性 不免会造伤生等恶业 如果是修行戒定会善法 以修善法因缘获得众生供养 更是符合佛法戒律的证明 通过互联网等媒介 也会使信众找寻和供养修行者更为方便 第七 结论 当今社会 互联网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互联网高效便捷的连接 沟通修行者和布施者 可以使传统的善法善业更为高效如虎牵翼 佛法修行与时俱进普惠众生 正是我所提倡之 互助祈福的优势所在 第八 正命自活 作为一个佛教信徒 一个不可回避 必须直接面对的事情 就是职业选择 当今社会有哪些职业可以符合佛教八正道之正命的准则呢 有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顺利获得相应的职位 特别是如果你还想有比较自由的空余时间去修行和生活的话 就更买了 这也是本频道提出 互助祈福的出发点所在 关于互助祈福的法理依据 今天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听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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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